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yano Lee 今天要講日本社團的故事喔 其實我沒有經過社團 就是一般外國人其實不會想到說要進社團 但阿米本人卻參加了兩個社團 外大的是就我們自己學校裡面 我是參加清明社就是玩團的 K.O 我本人是個K.O 跟台灣不太一樣 是說你其實不一定要是那個學校的人 才可以去參加那個社團 所以我另外一個社團是明治大學的 野球野球棒球棒球社團 所以我就是一個野球探戶的媽姨家 大家都在一份話裡面有看過 看棒球的那個金女人耶 就是大家的那個馬洞娜 所以你就直接就走進去就可以進去嗎 馬洞娜那個是有事前跟他們聯絡 然後因為我是另外一個朋友帶我去的 我們又不是同一個學校嗎 所以就是會先去跟他們喝個茶 然後聊天 但馬洞娜其實就只是一個藉口而已 其實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在這個社團 就是做一些玩樂或是其他的事情 所以就四個馬洞娜都沒有人是明治大學 我們兩個是東外大嘛 然後另外兩個是浴茶水 所以就是其實明治大學的野球 然後外大的話就是其實 因為四月入學嘛 然後社團其實都會發傳單啊 我本來在台灣就有玩團 我就想要找青嬰社 所以我是直接去找他們練習的地方 是一個在地下非常灰暗的 就是練習團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我就問說我想要參加可不可以 然後他就跟我說不是在另外一道路 就去布希致 就是這裡是練習的地方 好冷淡喔 對阿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真的要進嗎 可是就覺得不甘心 所以我就去了布希致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 布希致只有部長 我就直接跟他說我想要做不可以嗎 他就說喔好啊 就這樣看看 那你知道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你就算說你要加入了 你也沒有辦法馬上輪進那個圈子啊 所以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就是鼓起很大的勇氣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每天只要沒有課 就賴在那個故事不走 他們有人進來我就會跟他自我介紹說 我是誰然後從哪裡來 我在那邊混了一個月 終於有人要跟我祖童了 恭喜 對啊 原來阿咪看起來這麼屌的背後 有一段不為人知的努力 對 我真的覺得這個實在很厲害 很尷尬 這很非常 因為日本人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不理人的時候真的是 有如一塊冰 對 一塊水泥牆的那種感覺 實在是很難跟他 他們不會很friendly阿 對 而且我覺得台灣人就會覺得說 如果你旁邊有一個人 你都不跟他溝通 對 就會覺得尷尬 就是尷尬 對 但是這個日本人他不會覺得尷尬 日本人就會覺得尷尬 日本人就會覺得尷尬 對 Sakuru 來自英文的Circle 社團 同話會的意思 英文Circle只有源泉之以 Sakuru是日本獨創的 部活動部活動 則是由下方認可的接近校隊 因為我對於就是那些 遺爛大學生的那個印象 就是他們有很多 玩樂應該會鬥 我們來介紹一下 一年裡面大概會有三大 活動 就是第一個是 新館 新館就是新入生館藝館 所以就是新生歡迎會 第二個是 國際 國際應該大家都很有憧憬吧 就是學園記 台灣應該叫孝幸 對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追到 追到 把這個 要畢業或者是要退團的人 送走的 歡送會 一開始的新生歡迎進來的時候 大概是五月吧 對 然後 各園賽就是大概都是秋天 就是秋高氣爽 然後就可以擺攤 對 然後成果展 擺攤 炸熱狗 對 你們是擺什麼 我們那個時候 我跟你講外大的 各園賽 大家如果有機會 大家可以去 因為它是 就真的 煮起來去準備 去準備 哪一個國家的 特色料理 會有很多 你平常都 平常都看不到 什麼捷克的啤酒啊 然後什麼 內蒙古的什麼 什麼料理啊 內蒙人家 對 就是它有 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都做的還滿道爹 滿想吃一些 比如說中亞 或是阿拉伯 有有有 哇欸那妳該不會跑去煮台灣菜了 我沒有煮台灣菜 我是在東大才有煮台灣菜 欸我好常參加角園賽 欸妳好愛角園賽喔 角園賽日本大學以學生為主題舉辦的大型課外活動 又稱為大學賽 大學士團除了角園賽之外 其他會舉辦的清漢康帕 追出康帕等等 那我們來請阿咪分享一下 她在這裡受到了很大的文化衝擊 妳知道我那時候大三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乖的清純的台灣女孩 然後來了之後就發現說 會被嚇到 真的會被嚇到 就是兩個社團都有同樣類型的女子 就是看起來可能乖乖的啊 然後也沒有非常的就是 不一定很正 不一定很正 不一定很性感 就看起來是一般普通 慢慢就會覺得說 不知道怎麼每天都跟某一個男生一起回家 然後過了兩個月就想 欸怎麼一起回家 男生換成了一個 對 她就是會有這種每一個 幾乎大家都有點像是 一個一個換 然後最後她要 畢業的時候就睡過一輪 睡A睡B睡C睡D 這樣然後再回來 這樣 不會再回來 喔不會回來喔 哇 而且是沒有就沒有交往 就真的只是睡而已 哇 可是他們也不覺得這什麼 這有什麼 比較像西皮啦 喔對 對對對 所以西皮文化還存在在日本 你知道嗎 感覺很平和平 對啊很和平 對啊 然後 我還想說那是不是會有得病的問題 我真的兩個朋友是沒有得病啦 但我還蠻常遇到人家 就是跟我說 他得過病 喔 那他們有治好 你有治好 因為現在都是治得好的啊 只是 就是被傳染了是不是 就是傳來傳去啊 不是我這個朋友 但因為我為什麼會知道 其中一個朋友有得病 就是因為他就跟我抱怨的時候 他就跟他新男朋友吵架 然後就說吵什麼 他就說因為我男朋友抱怨我把病傳給他 這個好值得吵 對 然後想說他什麼 有什麼也會有病 然後他就這麼說 啊就是下面的病 下面的病 島嗎 島 島の方の 島の方の 我不是說我覺得好害兆 我很害兆 我聽了 我都覺得很害兆 但是他還跟我分享說 可是他也不願意這裡 因為他是在前面那個 對 然後他前面去就是 就是淵越像泡河 結果你要找那個源頭 對 你的雅琳媽朋友好適合作業 特助行業 但是他已經結婚了 哎呦 他生了兩個孩子 哇 欸我覺得雅琳媽好多人都是這樣的人生 對啊 我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我不知道 commento ni komari 可能玩過了 就是他們人生中的一些計畫 就是年輕的時候 我就是要跟很多人做愛 因為我以後要生小孩 然後想敷教職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很無法理解 我的朋友為什麼會用這麼 稀鬆平常的 就是情緒來跟我訴說說 他可能三天以內跟兩個不一樣的男的睡 的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 所以你怎麼決定要跟他睡 然後他說 哦沒有啊 他就說 他就說 就吃完飯 然後他就 他就在床上看 看著書 然後那個男的就來了 他就覺得 哦 那就來一下 雅琳媽是隨意和很多男生上床的女生 雅琳是雅琳 雅琳是雅琳 隨便和很多女生上床的男生則是雅琳親 身為社團之花的女生 阿米 因為你要知道 當野球部的 就是一個 所有的隊員都是 哦 我多希望 就是可以跟他交往 的那樣的感覺 真的嗎 該吧 你有什麼正 而且我覺得你那個雅琳媽的女朋友會找你去 就是他 把你 說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魚餌 你是幼餌 然後他這樣他就可以跟 但他 過西比的生活 我那個時候一直覺得 我那個朋友比較受歡迎 就因為 你知道他就是 不是啦 他是跟大家做 不是受歡迎 沒有我那時候分不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很清純 那時候分不出來 我會以為 愛跟幸事一起 然後發現沒有 好好笑 然後那個時候有 就是也有人追 然後追我那個人是 傭斑S 就是又是投手 然後他是部長 就是是隊員 那個薩古 那這樣子就是 他已經跟他的兄弟們說 阿米我要了 你們不要出手 這樣子啊 然後所以就是 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 當馬來西亞的時候 出火都沒有做過 因為其實馬來西亞 你是隊長夫人 因為馬來西亞應該要 弄什麼洗毛巾啊 買水過去啊 然後 因為水很重 所以很重 然後我們有時候 就會買水 但是可能你 大概才到那個車站 他就打電話 不然我去拿這樣 然後毛巾我也從來沒有洗過 他們就說 這毛巾這麼臭 幹嘛要給女生洗 我們自己洗就好 然後他們就會這樣子 後背就是 一個人洗大家的臭毛 那請問馬尼亞家到底在幹嘛 寫得分表 馬丹娜 學校的馬丹娜的既存在 指的是斑花笑花 大家心向神往的女神 來自義大利文的馬丹娜 原是指聖母瑪利亞 後來衍生為崇拜的女神 歌手馬丹娜 剛好也是馬丹娜 其實還不錯啦 就是玩社團的經驗還不錯 對 然後而且很多人都不是很煩惱 叫不到日本的朋友嗎 就是進了社團之後 很自然的人就會 至少會成為朋友 然後會一起出去吃飯 會談很多姿勢 會學到很多 口語的日文喔 對 對啊 你幹嘛笑得這麼尖詐 我剛剛想說 心病要怎麼講的時候 太躁了一下 下面的病這樣 好 那拜拜 拜拜 各位要訂閱一下喔 愛笑